今年除夕不放假 大家怎么想 除夕是大日子 我爸很想我 这么说 你是准备请假了 东莞哥经常为公司加班 还没加班费 大家体谅一下咯 不就是加了几个周末吗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加班猝死了 我常常对大家说 公司是我们的家 说得那么好听 整天干活有个屁用 公司赚钱多给我了吗 爸爸 对不给我加薪 你又没女朋友 不加薪也够了 我一定要请假 爸妈让我回家相亲 金蜜仔 你是优秀员工 出于什么打算 我留公司加班 收你当组长 公司需要你这么优秀的人 有的人就爱躺平 工资一直不长 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自己的原因 你的觉悟 有三层楼那么高 不就是小组长吗 有什么了解 人家今年升组长 夏年努力加班 费寝望时努力干活 能让老板换个新车 多励志 最近赚的不要钱吧 除夕都不舍得回家 为了还还带呗 你买到恒大爆雷了 什么是爆雷 就是恒大欠了2.6万亿 你的气房烂尾了 假消息 三两千的成本卖一两万 房子还没盖 我就交钱了 他们怎么可能欠钱 邓伯 不要传谣了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你说什么 你没去楼盘看呢 没工人干活 我看你真的是不懂 开发商的钱在银行 建博是拿不到钱的 再说恒大 歌舞团 不缺钱的 你简直老实的像个傻逼 也不想想 他的歌舞团怎么来的 感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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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米哥 这是五个 银行的 是大唐经理 上次我在他那存定期 被他变成了理财 半年时间赔了三万 去你妈 我没给你道歉 我认钱不认房 这个月 你没还房贷 我也是没办法 房子烂尾了 住不了 不关我的事 既然你买七房 烂不烂都要还 记着 少一个子 让你上真心 开始说加班 现在又请假 听说金米回家拉横幅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冬瓜仔 你不要请假 出席有个大单 我赚了钱 将来给你换个嫂子 我能玩吗 你一三五二四六 拿我当白痴 那我当白痴 能不能帮你换磊 还需要